我觉得很可能是他以前写下的情书 只不过因为上次按月岛的人找到了你的墓 所以这封情书也被送到了艾伦庄园 按照他们的意思 应该是把它放在你的墓碑前 以告慰你的在天之灵和相思之苦 普尔眨了眨眼 看向卡伦 猫爪慢慢地探出 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上次也给你做过鱼了 可是 他给我带来了二次精神伤害 可是我做的鱼你吃了后也一直在回味 普尔抬起脑袋 道 哦 该死 你的回对为什么总能这么及时 我可以拆开它看看吗 卡伦问道 拆吧 我真的拆了 拆吧 我不准你拆 再把信咬走藏起来 那就是第三次精神伤害了 好吧 卡伦拆开了信 里面居然还有一个信封 这个信封就有些泛黄显然年代久远了 把里面的信封拆开 弹起信指 亲爱的普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生命因你而被切割 认识你之前 认识你之后 与你分别之前 与你分别之后 你的存在 已经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无法抹除的烙印 当我无法呼吸时 我会想到你 当我想你时 我又会感到无法呼吸 咳 卡伦咳了一声 这位贝尔纳先生真的很喜欢用排笔 普尔趴在书桌上 朝着卡伦翻了个白眼 卡伦忍不住伸手揉了揉普尔的脑袋 一只猫翻白眼 这模样确实很可爱 信指的落款日期 在一百多年前 所以 卡伦猜对了 我相信这封信应该有备注 但老安德森是个孝顺的晚辈 所以还是把这封信转到我这里来了 算算日子 老安德森也该进墓园躺着了 这不怪他 好了 我想去院子里看混书 咦 我亲爱的小卡伦 你是不是忘记了你还有第二封信没拆呢 哦 是吗 是的 你刚刚把他通过缝隙塞进抽屉里去了 是不小心滑落 好的 我相信是滑落 但现在 他应该被打开让里面的文字透透气 不是吗 卡伦将奥菲利亚给自己的信拿了出来 拆开 摊开 把信纸摊开 像刚才念我的那封一样 普尔马上催促道 卡伦将信纸摊开 卡伦先生 自我们分别已经 从头念到快结束 基本都是奥菲利亚在讲述他离开约克港返城暗月岛途中的经历 以及登岛后岛上组长对他的看法 与其说这是私人信件 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份工作报告 普尔本来看得都昏昏欲睡了 但当他的目光落在最下面时 马上兴奋地用爪子在那里拍动着 这里 这里 看到了没 看到了没 工作报告 在最末尾一段的最后一句出现了氛围感上的偏差 卡伦 我发现我有些想你了 怎么办 他说他想你了 他主动说他想你了 卡伦将信纸收起 塞回信封 不以为意道 这只是为了综合工作报告氛围的一种问候与客套 哦 是吗 可我怎么感觉他就是为了说这句话所以才特意写了这篇工作报告呢 你想多了 是不是我想多了 你心里很清楚 卡伦 你已经处于犯错误的边缘了 很危险呢 他在暗月岛 我在约克城 我就算想犯错误也够不着 你父亲和母亲距离也很远 你父亲不也把你母亲拐回了明克街 这个比喻 不恰当 卡伦 当你愿意为这种无聊的话题和我来回解释争论这么久时 其实你已经输了 我让犀利去买鱼 这不是鱼的事 这是 做什么口味的 中午 卡伦为普尔做了一份藤椒鱼 原本以为普尔不会喜欢这种口味 但感觉这只猫对吃鱼已经上升到了一种艺术性的追求 不管哪种口味的鱼他都能品尝得津津有味 这让卡伦再次觉得 普尔喜欢吃鱼 不仅仅是因为他变成了一只猫 那位叫贝尔纳的少族长 距离自己的爱情 可能就差着几条酸菜鱼 松鼠桂鱼 因阿尔弗雷德还在陪着老萨曼做棺材 所以到了下午两点半 是卡伦自己开车前往理查家 途中 卡伦停车在路边商店买了些水果和点心 这算是维恩这边访客礼物的标配 来到理查家门口时 是三点半 时间上有点早 所以卡伦打算在车里等半个小时再登门 他将车停在路边 座椅后放 躺在上面 开始小气 半个小时后 过了四点 卡伦坐起身 打开车门 提着礼物下了车 经过前面那辆车时 卡伦注意到里面的司机也正在将座椅收起 打开车门 下了车 手里也拿着礼盒 这是一个中年男人 看起来有些憔悴 他也注意到了卡伦 对卡伦笑了笑 卡伦也对他回以微笑 我的表好像走慢了 请问现在是几点了 中年男子问道 现在是4点8分 好的 谢谢 两手都提着礼盒的男人 开始深呼吸 像是在做着某种准备 看他的年纪 应该不是去女朋友家见女方父母的 所以卡伦问道 是去拜见岳父岳母吗 嗯 是的 怎么 很明显吗 有一点 唉 我一直很害怕来他家 因为我娶他本来就算是一种高攀 不过我很爱他 我和我妻子的感情也很好 但就是在这方面 我理解 卡伦抱以温和的笑容 但心里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眼前这位不会是理查的小姑父吧 理查家世述法官世迦 在秩序神教里 绝对算是真正的豪门了 德龙老爷子能够在那晚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足可见他在高层心中的地位 卡伦记的理查和自己说过 他小姑父是一位审判官 而 审判官的话 排除迪斯那种的 正常审判官登述法官的门 确实将面对极大的压力 有些时候 压力是别人给的 也有些时候 压力是自己给的 德龙老爷子这个人很威严 艾森先生又是一个重症社恐 对于女婿而言 这种妻家的家庭氛围 着实是压力沉重 所以 这个男人 就是自己的小姨父 我叫卡伦 啊 嗯 卡伦 你好 我叫达克 显然 达克先生对这种直接介绍 名字的自来熟行为有些不适应 冒昧地问您一句 您是打算去拜访古曼家吗 是的 你 我也是 你也是 哦 卡伦 达克情绪马上发生了变化 我记起来了 你是理查的队友 你救了艾森和凯西 是不是你 是我 天哪 真的是你 真巧 呵呵 那个 我刚刚说的那些 我能理解 好的好的 我领您进去吧 卡伦先生 好的 谢谢您 达克走在前面 卡伦跟在后面 来到大门口 达克敲门 一边敲一边喊道 哈哈 看看我带谁来了 站在台阶上的卡伦 感觉自己这位小姨父的脑子 好像也不是很好的样子 因为就算是用脚趾头 也能想到 今晚的聚餐到底是为谁准备的 以及 到底谁才是天头 不过 卡伦也理解他 可能对于他而言 每次来到古曼家都如同是进行场 这次终于有外人在场 可以转移注意力了 他有些过于兴奋了 门被打开了 开门是理查的小姑 也就是卡伦的小姨 亲爱的 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卡伦先生 你好 大人 卡伦称呼大人 但没有去行礼 因为那样就太过了 你可以叫我卢西 我们都在等着您呢 欢迎您的到来 对自己哥嫂的救命恩人 卢倩树法官表达出了极大的尊重 能得到古曼家的邀请 是我的荣幸 卡伦进门 将礼物放在了玄关处 握窝 卡伦 德龙老爷子从客厅沙发上走过来 很热情地向卡伦主动伸出手 卡伦伸出手 和老爷子握手 上次见面 自己只是理查带回家的一个小朋友 所以 这次才算是正式见面 恩 外公和外孙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是握手礼 请原谅上次你到家做客 使我对你的冷淡 德龙老爷子向卡伦道歉 您实在是太客气了 上次见到您时 您很和蔼 不 不 不一样 我还是失礼了 请您不要再这么说 父亲 不应该先请客人坐下吗 小依卢倩提醒道 对 是的 卡伦先生 请坐 好的 卡伦来到客厅沙发边坐下 这时他留意到德龙老爷子对达克的态度 只是很平淡地对他来了句 你来了 是的 您身体还好吗 好 然后 翁婿之间的交流及宣告结束 能够感觉到 德龙老爷子对这个女婿 好像不是很满意 这种不满意应该不是指身份地位 而是觉得这个女婿性格和为人处事上 很难讨得他开心 卡伦先生 请您喝茶 一名身穿着黑色连衣裙 留着短发的少女将一杯茶放在卡伦面前的茶几上 好的 谢谢 少女转而给达克奉茶 称呼达克为父亲 她应该是小依卢倩的女儿 也就是自己的表妹 哦 卡伦 你来了 理查从楼梯上跑下来 在他身后 艾森舅舅搀扶着凯西舅妈也在下楼 凯西的伤势恢复得不错 但想要短时间内恢复如初也不可能 但只要不是污染问题 就不是大问题 卡伦站起身 理查上来对他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对周围的家人道 我早就说过 卡伦很厉害的 哈哈哈哈 他是我们小队里 除了队长以外最厉害的人 哈哈哈哈 理查 你应该严肃一点 你看看卡伦先生 再看看你 你们年纪差不多大吧 看看人家多沉稳 凯西开口训斥自己的儿子 母亲 我比不过卡伦 我不如他 凯西无奈地瞪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走到卡伦面前 正准备向卡伦表达感谢时 卡伦忙伸手将他搀扶住 因为原本搀扶着他的丈夫 也就是艾森舅舅 在完成了把自己的老婆搀扶到楼下的任务后 马上冲进了一楼的一个房间 卡伦先生 感谢您对我的救命之恩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和理查关系很好 就像是表兄弟一样 您也是我的长辈 凯西愣了一下 随即微笑道 是的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您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德龙老爷子开口道 就是古曼家的事情 卡伦这才意识到 他们会错了自己的意思 自己并不是想借此机会投靠古曼家寻求古曼家的庇护 众人都落座 卡伦留意道 没有见到外婆出现 但哪怕此时坐在客厅里 也能嗅到厨房处传来的香味 我去喊母亲出来 卢倩对德龙老爷子说道 德龙马上摆手 道 你母亲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吗 对他来说 用心包好的汤 才是对贵客真正的尊重 他现在是不会离开他的厨房的 是的 母亲的确是这样 德龙老爷子这时又抬手 只向路西亚 笑道 路西亚 你觉得卡伦先生如何 路西亚当即红了脸 埋怨道 外公 您这是在说什么 五 我只是提醒你 有些时候可千万不要犹豫 就像是你的父亲当时追求你母亲那样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 他们居然就已经在一起了 达克脸上露出善善之色 卢倩则主动问卡伦 卡伦先生现在是单身吗 卡伦还记得卢倩第一次见到自己时 是在他会的教务大楼旁 当时他面对自己只是冰冷地询问了具身份 这次 他却像是主动要为自己女儿牵线 这种态度的转变 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救了他的哥哥和嫂子 更多的还是因为从理查和歌嫂描述中得到的对自己实力的认知 这个世界永远都是这么的现实 莫说是陌生人了 就是亲戚之间的态度 也同样是看重实力 卡伦马上回答道 我已经订婚了 这样啊 卢倩脸上露出了些许遗憾 露西亚听到这话 到时大大方方地重新看向卡伦 还对卡伦微笑 接下来 大家开始聊天 聊的都是些风俗见闻意识 没有涉及到神教理的工作 可以看出来 这一家子似乎都不擅长聊天 一开始都是为了不冷场而强行找话在聊 好在卡伦擅长聊天 就开始由他进行场控 本来是古曼一家陪卡伦的 结果倒像是卡伦在陪他们 卡伦 你对你未来的工作 有什么规划吗 卡伦留意道 德龙老爷子是直接喊了自己的名字 这意味着他在行使古曼家家主的权利 在为新投靠的附庸进行职业安排 我很满意现在的工作和生活 暂时没有考虑其他 要考虑的 规划必须要做好 哪怕你现在还年轻 因为年轻时只要走对了路 以后的发展肯定能更好 他能决定你以后的上线 说这些话时 德龙扫了一眼自己的女婿达克 好像达克就是一个反面典型 最重要的是 你的能力很不错 神教里有个传统 能在秩序之边里把事情做得出色 那么未来道路选择和发展时 将得到很大的加分 好的 我知道了 我会继续努力工作的 嗯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以后可以来和我说 我也会帮你看着点 而你接下来的目标 应该是争取成为秩序之边的队长 我想 你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那一晚 卡伦从天而降 一箭批死轮回神教护卫长 这一幕 显然德龙老爷子已经从自己儿子而洗嘴里得知了 成为队长 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顶替 前提是尼奥晋升了或者尼奥死了 另一个途径则是由自己单独出来 组建一个新的秩序之边小队 前者更靠能力 毕竟队内选举 实力强能服众的才能当选 后者 也看实力 不过 更看关系 我觉得这个不急 因为我想留在我的队长身边 从他身上多学一些东西 这个回答很得体 德龙老爷子点了点头 道 你如此年轻就能有这么沉稳的心态 很好 开饭了 餐厅里 传来了一个老妇人的喊声 卡伦 你就等着品尝我奶奶的手艺吧 我很期待 众人纷纷起身 从客厅来到餐厅 卡伦看见一位头发花白的慈祥老妇人正在摆盘 卢倩 路西亚以及凯西马上上前帮忙 凯西则怪道 母亲 不是说好了厨房我们不进 但端菜的我们来吗 显然 厨房被老妇人是为她的专属领地 只要她要准备餐食时 其他人都不准进来 我的身体没问题 不用你们这么担心 老妇人的目光向四周扫了一边 卡伦留意道老妇人在看向自己后身子忽然震了一下 然后老妇人抓着自己儿媳妇的手眼泪忽然就低躺了下来对凯西气声道 孩子你受苦了